这是谁,如今或许认不出他来了,原来定眼一看,方知他是那个曾经肆虐篮下的绞肉鸡,无人不可阻挡的推土鸡,他,就是巴特尔,他作为CBA的传奇中锋和剧武霸,是栅栏潭,25年,七日篮下的推土鸡,现在变得若不禁风, 让我们心疼不已,这才是西域的巴特尔,身状如牛的巴特尔,帕特尔,蒙古族,1975年出生于那蒙古自治区伊克昭蒙,11岁来到北京队,或许对环境不适应,他曾两度逃回老家,后来被北京队教练找回来,培养成国北京队的主义中风,被誉为中国南兰三大移动长城。 日前,巴特尔出现在CBA中国赛场边,人们发现他严重的消瘦了,他和姚明同是中国南兰三大移动长城,但形态却完全相异,退役后的姚明不断掌受发福, 而曾经的肉顿巴特尔却变得古兽如柴,越来越苍老,不让人稀释不已,非人刘翔也来到CBA中国赛场,边与巴特尔一起观赛,与年轻人在一起,更显得巴特尔衰老和憔悴。 从北京队走出来的巴特尔,与2001年被NBA球队叛中,加盟了绝境队,后来又在马次、魔龙、魔术、尼克斯队效力,在马次队效力时也还获得一枚宝贵的NBA总冠军戒指,成为首位获得总冠军戒指的中国球员。 那时身壮如牛的巴特尔还撩闹了大沙与奥尼尔,让人感受到巴特尔的对抗能量,不是一般的强大。 从NBA回来后,新疆队成了巴特尔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驿站,他在新疆度过了七年的时光,作为胎主的巴特尔带领球队三次杀入总冠战,但均功亏一聚,不过三个亚军已经创造了新疆篮球的历史, 成为对时最好的成绩。 球技人品质家的巴特尔曾三次获得CBA常规赛MVP,这是对巴特尔最好的认可和褒奖。 在2013年就有媒体传出巴特尔得了糖鸟病,但当时巴特尔给予了否认,不过新疆队考虑到巴特尔岁数一大,最终没有与这位工程续约,让人感到CBA和NBA一样,没有多少人情可说。 老了就得走人,巴特尔与他大十岁的妻子育有三个子女,他们在美国安家,据说家庭开销比较大,三个孩子在美国读书时每个月的花费就高达8万元人民币。 为了家庭生活,巴特尔似乎不服老,38岁了还在赛场打拼,离开新疆队后,来到NBL球队继续打球赚钱,实在来不转篮球的巴特尔,无奈于2015年宣告退役。 离开赛场的巴特尔又以另一种形式赚钱,与NBA民宿大梦一起创办篮球学校,有人说是家庭压力照干了大巴,不知这个说法对不对。 但无论如何,我们都要为曾对中国篮球事业做过贡献的巴特尔表示祝福,希望他健康如初,过着幸福的生活。